為了協助基隆市弱勢族群市府市攜手天行者慈善協會 啟動路行者希望學院計畫 希望透過心理諮商、生活習慣重建、職業訓練等課程 一步步帶領被稱之為路行者的街友們 走出人身低谷,重新融入社會 男性男府街友情緒,基隆市府發揮愛心 啟動路行者希望學院計畫 基隆市社會處長楊玉欣表示 人身有高峰有低谷 皆有只是暫時無家可歸 在馬路上行走的人 因此將他們稱為路行者 基隆市府攜手天行者慈善協會 重建路行者生活習慣 提供心理諮商、職業訓練、工作 媒合,要幫助路行者們重新融入社會 謝國良市長他最希望的就是讓所有弱勢的朋友 在人生的旅程當中能夠體驗到更多一點點的平安 更多一點點的溫馨 那麼我們努力的去打造各種更平安 更溫馨的體系跟制度 這一次的路行者希望學院計畫 期許以重建代替收容 建立路行者自信 最終可以幫助路行者們重建人生走出人生低谷 記者綜合報導 至少 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